假如学霸之间说真话 可乐明天就要考试了 你昨天晚上复习了吗 那我当然是要骗你说没复习 然后背底里其实偷偷摸摸复习了六个多小时 就等着这次考试把你们全打趴下 最后等成绩一出来再假装说 哎呀不好意思呀 这次没考好下次再努力吧 哎呀那你说这不就巧了吗 我昨天晚上也偷偷复习了 而且还从秘密渠道那里搞到了考试的题目 这次已经是问操胜切了呀 你们就等着被我碾压吧 原来是这样子 如果插身之间说真话 可乐昨天老师突然过来没收了我的漫画书 是不是已经打了小报告 那当然是啊 我不但告诉老师你藏了漫画书 我连你偷偷把奥德曼点藏卡 带到学校的事情都告诉老师 那老师怎么没过来把我的卡片收了 因为我已经提前把你的卡给交上去了 哎这种小事情先放一遍 你今天上午就有抄的那本作业啊 这字都不知道是谁写的实在是太难看了 我往街上次让图地陌生写的都比这好看 哎没事那作业是我自己做的 反正也不可能写对 随便瞎写点就行了 哦是这样 那等会我们俩岂不是要被老师一起叫的办公室去了 没事我等会老师说了 是你让我帮你写的作业 老师要骂估计也是骂你一个 小问题了 我其实抄完作业之后就把你作业本上的答案全都堵掉了 是看不出来的 那我就放心了 是啊是啊 假如老师之间说真话 哎呀裤子老师 你们班这次又是年级垫底啊 恭喜恭喜 哎呀瞧你客气的 只是区区年级垫底 哪有你们班这次公开课给力啊 一半学生都在睡觉 听说教育局的领导都看傻了呢 没事 我已经在校长面前说过你坏话了 下次教师评比估计你是拿不到什么好名字了呀 那太谢谢了 其实校长是我舅舅 他说的年底就把你给开除了呢 原来是这样啊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是啊 哈哈哈哈